2024年4月 中国首位F1车手周冠宇 即将在家乡上海迎来主场首秀 他对自己的主场首秀有什么期待 如何通过F1让世界更了解中国 近日周冠宇就此接受中心社东西文专访 首先非常的期待 因为毕竟这两年进入到F1比赛当中 很遗憾没有F1中国大奖赛 没有主场作战的一个机会 当我看到别的车手在他们的国家主场作战 无论是整个现场的氛围 观众席的整个颜色都是为这个车手给限定的 所以还是比较羡慕的 那么接下来中国大奖赛 我就希望可以给他们留下最好的一面 然后把自己最亮眼的表现给拿出来 从成为中国首位F1车手开始 周冠宇在F1赛场的每一次亮相 都会引发关注 周冠宇希望能通过自己带动更多中国车迷 去关注和喜爱F1赛事 也让全世界了解中国 首先的话 我觉得是F1历史性的一个突破吧 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突破 在2022年的第一场 我的首秀霸凌战 那时候在电视收视率达到了一个历史新高 后来一直在突破 所以我觉得就很开心 可以看到赛车文化的这种高幅度的一个变动 然后我也希望可以继续成为中西方面交流的一个桥梁吧 让大家或者全世界的车手们可以了解 可能欧洲人的赛车 我们中国人也可以突围去 去在这个领域当中有很好的成就 周冠宇表示 F1赛车是一项团体运动 在与团队的沟通中 东西方的不同文化也产生交流碰撞 因为文化每一个国家 每一位车手都会有很大的差异 你需要怎么样的跟他们 使用最好的方式彼此交流 因为毕竟目前这20位车手 大家在场上虽然是最强烈的竞争对手 但场下的关系还是维持的非常好的 那么其次的话 需要跟自己的团队有很好的沟通交流 因为我们两位F1车手 在一个车队当中有着600个人 但跟每一个部门 每一位人员个别人 都是完全需要不一样的交流方式的 因为车手他不仅仅是需要在赛场上 拿出最好的表现 更多的是你需要在场下 如何去融合这两个点 周冠宇表示 F1赛车每年会前往世界各地比赛 他希望能借此机会 将更多的中国文化带给世界 要去到24场 24个不同国家的地方 跟车迷们去互动交流的同时 你也可以了解 学习到很多文化的知识 我会去推广很多的 关于中国的这些文化 包括所看到的我的赛车头盔 那么上面的设计理念都是我自己 99%的灵感 有上海的天际线来自我的家乡 有中国元素的头顶部的青花词 我觉得更好的可以去向全世界推广我们 中国的文化 德文化 国丝国导臣 和音信 感谢观看